大一托吃 最近很多贵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各种猎奇的东西我都吃了 但是我突然反思了一下 我一直没有介绍我家乡的吃的 我是一个河北人 所以我们今天吃什么呢 驴肉火烧 今天我们一共准备了三种食材 首先是这个烧饼 然后其次是驴肉 还有一个是焖子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焖子这个词 就特别的懵 其实焖子就是水淀粉和水 然后经过一些葱姜蒜油炒制 然后调了一个咸淡味 然后顺带说一下我们刚刚做好的火烧 其实驴火有两种style 一种是保定的 一种是合间的 这两种风格区别可能最大划分是在于 一个是圆形 一个是长方形 话说不多费 我们下面把驴肉切一下 我估计切这么多我们也够吃了 我们先来一个纯驴肉的 一般我们那边买驴肉火烧 有纯驴肉的 还有这个纯焖子的 还有驴肉和焖子结合的 而且你去外面买这个驴火 我跟你说不可能买到有人给你放这么多驴肉的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别说这驴肉一放多了一口下去嚼盖确实是有点干 因为这个驴肉本身你能看到它肥肉很少 哎呀嚼着费劲啊 我估计来上这么多 然后再来点焖子 这样就是一款驴肉焖子火烧 我们那边一般吃这个火烧呢除了火烧以外还要配一碗驴渣汤 它用这种淀粉团代替了那种脂肪的口感 拍这么多期我拿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拍其实也不是说为了糊弄大家也不是说经费没了 就突然想吃点家乡的好吃的 因为毕竟现在也不在河北啊 就好久不吃的东西呢 确实有时候会慎世想念 你要真正自己家里待的时候呢 可能好久也不再吃的 这人啊就是这么贱 所以我决定啊 从这期开始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河北我们那边的家常菜 而且是南方可能不太会经常吃到的一些家常菜 如果你喜欢本条视频的话 麻烦你点击上面的双鸡大利特吃 期待你们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